提起李新锐这个名字 很多人可能会一脸懵 不知道他是谁 但你可能看过他的搞笑视频 这个小女孩在全网拥有600多万粉丝 在小网红中完全是大咖级别的人物 但这看似风光的背后 却有着泄不下去的重量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 东北小女孩李新锐的故事 最开始是李新锐的爸爸 把女儿唱歌的视频发到了网上 没想到一下就有40多万的播放量 他的小视频也被网友在朋友圈里分享 再加上长相和喜剧人乔珊极其相似 引起了一阵互联网吃瓜热潮 而且乔珊本人也在微博和他互动 这让李新锐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后来他开始参加一些综艺节目 人小鬼大的李新锐登上了出彩中国人 他在舞台上丝毫不怯场 用一口纯正的东北枪 与四位评委对话也是可爱至极 瑞瑞坐飞机好玩吗 不好玩 差点没给我远的 我从来怎么坐过飞机呀 我的妈呀 我妈妈和我爸都远了 都远了 节目播出后李新锐开启了大屏模式 许多网友都喜欢上了这个东北梦娃 李新锐又去了另一个大舞台 了不起的孩子 一出场他就给大家带来了笑点 孟非和小主持人聊天的时候 李新锐一句话就把全场焦点拉了回来 还把孟非说得哑口无言 妈妈别跟那个说话 你上舞台你到组织人 你得跟孩子说话 这个小女孩不仅能言善辩 模仿能力更是一绝 就连一向以睿智过人 口才了得闻名的孟非 都向谢依林感叹 按他这个标准 我跟你说 像咱俩这样的人 都不一定在这个圈有饭吃 看到这里 大多数人对他的触印象 可能都是这个孩子说话可真逗 是个有天赋可爱的小姑娘 但在这怼天怼地 怼金爹的童颜无忌背后 是一个在两岁 就得了肾病综合症的小女孩 一般四岁小孩身高都在一米以上 但他四岁时身高只有九十厘米 就连胖嘟嘟的招牌脸蛋 都是因为治疗肾病用药的缘故 每次发病都会浑身水肿 有时候眼睛肿的就只剩一条缝 当孟非问到他为什么不去上学时 李思恶却冷静地说 我得病了不能去 接着现场播放了一段视频 更是让观众纷纷流泪 孩子是28个月的时候 直接确诊肾病综合症 一年复发十多月 天天打人嘛 他在左一针右一针的 千丧百口的我们都接受不了 他劝我们说 难什么时候难受 不用哭 最严重的一回已经进入昏迷状态了 脸肿都不影响 纷人全肿 就是怕碎过去 我们就不停地叫的 心人啊心人 闺女啊闺女啊 醒醒就睡 可能一般四岁的孩子不懂生和死 可他三岁就经历过了 有人问他为什么坚强 打针抽血一次都没哭过 他却笑着说 如果自己哭了 那爸爸妈妈肯定会更伤心 所以自己不能哭 两岁患病 一年复发十几次 面对疾病不哭不闹 还安慰爸爸妈妈 不要难过 不要哭 一个这么小的孩子 在面对疾病的时候 竟能够表现出成年人 都拿不出的坚强和乐观 看着在场的众人红了眼眶 他还贴心地去拿纸巾 一开口却又逗乐了众人 当问到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的时候 他回答说想吃一大盘肉 可真的当工作人员推出一盘肉时 看着眼前的肉 他拒绝了 只是因为生病的原因 妈妈不让他吃 参加了一系列节目的李星蕊 受到了大众的关注 于是有专家了解到了他的病情 就专门为他定制了一套治疗方案 李星蕊也一直在积极配合治疗 他在治疗期间还和吴梦达、郝绍文合作 主演了新乌龙院之《笑闹江湖》 在影片里的表现 颇有老板乌龙院里臭屁闻的即视感 更是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我就是其中之一 李星蕊的爸爸妈妈说 她从小就是一个乐观的小女孩 但在生病之后竟比以前更乐观 也许是因为她对生死还没有概念 只知道自己生病了 而且这件事让父母都很难过 所以她要更乐观地去面对这件事 前一段时间 网上有一段李星蕊在医院抽血的视频 李星蕊的爸爸就表示 女儿的病情已经得到了控制 但是还没有断药 这一次的抽血也属于正常的身体检查 如今的李星蕊长大了不少 比起之前瘦了很多 还会经常发布一些搞笑视频 在直播间和大家见面 李星蕊从两岁开始就要经历病痛的折磨 她却闭口不谈疾病带来的苦和累 只谈生活中的快乐 相信这个用乐观心态面对一切的李星蕊 将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你觉得挺漂亮的 你们觉得不漂亮是吗 漂亮不 我觉得挺漂亮 你们还觉得不漂亮 别人看这个试图 给你帮啊 Zion 把你帮助 我 充满